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说的股份在我心里都有机会爆升 先说一个提示 我曾经说过第四季有几个主题 当中其中一个是AH差价股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有什么AH差价股 可以考虑 至于公司最新出了一份通告 我今天推荐的股份 与戴姆勒股份有限公司 签了一个转向气的全球采购协议 标志着戴姆勒载重车转向气供应商资格 正式落户在这间公司 不说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以销量算 戴姆勒车厂是全球第二大卡车的制造商 这间公司现在拍到大码头 当然是值得高兴的 亦都高兴就是这间公司 为何拍到大码头 就是它的交货标准做到外国公司的标准 所以生意我自己觉得是长做长有 如果未来是跟到大武立银食的话 有望是更上一层楼的 要看公司网页 发现到公司年底 还有一个新的产品 会量产的 就是和上海自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在一个商用车的智能转向系统里面 有一个更深度的合作 最大量点是自动驾驶 因为之前和大家炒过自动驾驶的877 炒过522无人驾驶 全部都是站得很稳定 即使那天跌6、8点 两个车都不是怎么回的 所以我就从这个路向一路去寻找应该要看的顾份 这间公司也在最新出了一份业绩 我见到它第三季的业绩 我心里凉一凉 觉得搞错 就跌了八成八那么多 按规 头九个月跌了一成九 我心里想 凉完一阵之后 我就再想 发觉不是 选了一只好东西 为什麽呢 为什麽疏了 就是选一只股份 业绩跌了八成八那么多 那你是怎麽会选这一只呢 因为它现在签了新的协议之后 可能是一个业绩度已经见底 是一个收货的机会 因为这只股份其实都颇干 我就不建议你一注读赢 我建议你慢慢收 是的 博议它在1819年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买的东西 都是买过前景的 不是买这一刻的 所以我们博议它在1819年的翻新 又是买一个转转 希望它可以做到倍升 好